姓蕭的蕭景田先生 他根本不是我干爹 镜头前公开切割 与前国民党中常委 蕭景田的关系 国民党新科议员林信儿 喊冤再喊冤 甚至还发声明强调清白 说自己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要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追杀 不过相关证据却逐渐浮上台面 镜州看第一报 蕭景田跟曾凡川 驾着同一部车 到处拜访市邻北投的里长 检调跟扩大调略监视器 拼凑出两个人的 买票路线 根据周刊报道 蕭景田给的买票金额 有大小之分 如果是现任里长 每人一次六万元 至于非现任里长的候选人 则是六千到一万元不等 另外也会给部分对象几十万元 以包套模式 要求对方配合买票 而将录影党曝光的吹哨者 女里长候选人 是台北市天母人 在地经营超过三十年 也是国民党籍 不过先前疑似不满 林信儿丈夫和他讲话不客气 这才站出来向党中央申诉 没想到却被已读不回 录影党出来 其实就证明说 国民党他们自己内斗 这样的一个风向 授权授意 他们事先是不是知情的 那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他们自己也要出来面对 是不是因为中常委的身份 才让党中央设而不见 录影质疑 国民党包庇自己人 才会让丑闻曝光 哪一位旅长没听过这个事情 台北市党部的这个部分 应该就要及时的处理 也呼吁未来要成立特别 就在选举的时候 比如这个委员会 或者一个小组 遇到像这种事情 他们应该立即的来去介入 在司法调查清楚前 还是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蓝营会选风暴 恐怕很难立即直写 近新闻最后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近善近美 近好新闻